爷爷也会用台湾电力APP 如果电费越来越多一定会被妈妈死的 这也可以用台湾电力APP啊 以安装智慧电表且可查询用电资讯的用户本人 透过通讯传输功能 可以看到每15分钟、每小时、每日、每月的用电图表 也可以做不同时段的用电量比较 不用等到电费单来 就可以掌握用电情形、节省电费开销 可以下载台湾电力APP使用吧